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當時就沒有想那麼多 想要盡力地打好那場球 越關鍵的時候 他的表現 就是 他發揮出是比平常 的水準還高的 平常看不到的東西 賽贏的當下 大家都很開心 然後東林賽後雖然防衛很抽筋 可是我覺得他心裡面就知道 我可以 台塑杯完之後 因為我發現我身體沒有辦法 負荷這麼大的強度 然後連續這麼多天 這樣 所以我當時決定成績 好的機後量成加 然後看能不能 讓我們續航力還是什麼都增加 然後 現在是收到很好的效果 我們剛開始在 增重的狀況過程當中 他的成績 有一度 也不算往下走 就是持平的狀況 大家就一開始會覺得 東林最近變那麼大致 這樣可以嗎 所以那段時間 大家會稍微有點質疑 大概快到80公斤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狀況就很好 就力量出來的時候 那個 推動自己體重的能力 變得更好 所以 反倒是以前跑不到的小球 後來現在有些運動跑不到 他知道 我身體什麼時候有了 我身體什麼時候需要休息 我什麼時候做好 90%到100%的準備 我要去面對比賽 那我可能打他比賽回來後 這次比賽我心裡會遇到有什麼問題 我要怎麼去解決他 至少他現在可以找得出解答 我覺得這是他青少年跟他職業的 很大的差距 人家藝術還是我先簡單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一路這樣走來 他不算是好帶的球員 因為他的想法 蠻細的蠻多的 然後他的狀況也不少 他從14歲到14歲開始 就一直保持全國第一名 那14歲就自己到歐洲去參加歐選 14歲的歐選 那那個壓力其實是蠻大的 因為他覺得他在國內是第一名 然後打球可能就壓力會很大 不能輸這樣子 所以到14歲到青少年這一段 其實他的壓力一直沒有減低 有一次我曾經帶他到西藍去比賽 當場就在球場發票 就亂打這樣子 其實看起來是蠻難過的 老師比較會有 在練球的時候都會比較瘦一點 他不會 他不是那種盡全力 很拚的那種小孩子 以前都不是這樣子 當然現在好多了 現在就比較幾乎沒有這個問題 在自我要求的部分提高了非常多 25,000 在中國、香港、台北 從8月到9月到9月 小時候可能比較不會控制自己的情緒 就是可能 因為畢竟他們都還是長輩 還是什麼的 然後他們也多少會有一種上對下的關係 然後小時候就很不喜歡這種感覺 然後情緒的人就會跟他們吵鬧 但是其實心裡還是愛他們 還好就是現在 進入職業了 那也尋求那個運動心理諮商的幫忙 那個台灣體大的莊老師 莊彥惠老師他有幫忙 那這大概幾個半年多來 進步蠻多的 那也持續都跟莊老師 每一次比賽前後 都有跟莊老師這樣討論 其實他這一年看他真的進步蠻多 那對自己的體能要求 也跟過去不一樣 他自己對自己的要求蠻高的 他要排名前30 就這個目標 他第一次他就這樣跟我講 所以我就很單純看到 他有一顆很受教的心 然後很願意改善自己 為什麼 因為他的目標很明確 他的心思很單純 他就覺得 如果有一天我打網球 我可以到達那樣的成績 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不復雜 所以我要這樣 有時候就是到一個時間點 就會自我反省說 我想要 我想要再增加我什麼東西 還是什麼 你就會很積極的去查資料 你再來要什麼做 你的目標 他自己本身喜歡樂 所以像這種 基地體能訓練的文章 大概看了很多 所以他在裡面只是彈清楚 覺得他像一顆生鑽石 你知道鑽石剛被挖出來的時候 他的表面是附著了一些雜質 讓他沒有辦法放光 那可是為什麼你會覺得 他是鑽石 因為在我協助過二三十年頂尖的選手 我發現東嶺的身上 有這些能夠達到頂尖表現的特質 比如說他在講他的網球 他不會講到是為了名、利 為了要讓他自己怎麼樣 他在講網球的時候 就很像一個小孩子拿到一個球 他非常專注在玩 他在談網球的一些事情 所以我第一時間 我發現他對網球一個純純的愛 那這個我認為對一個人 要達到頂尖是蠻重要的 英文吧 英文還算過得去 日文沒有辦法對答 但是你要用通訊軟體聊天 是OK的 沒有辦法對答的原因是因為 聽到一句話你要想 怎麼回答 然後想需要時間 他講出來不一定講得順 所以我聽說讀寫說不太行 謝謝大家 真的很喜歡打 就 感覺 離開網球還是會捨不得 每天都想要再嘗試新的東西 想要進步 那一次我看名單 我們台灣隊的名單 Jason 陳迪 我跟有神友 我就覺得我很有機會 上去打到一場 但是我當時一直在想 我可能是那種五官勝負 第四點第五點上去打 結果沒想到 當時陳迪可能有上再生 其實也極力推薦我 所以去打蛋打 然後我就沒有想太多 我就下去殺 結果沒想到遇到 當時排四十四的正學 這樣 然後我覺得 覺得很同性 然後 也學到不少 然後 尤其正他之前 算是一個低潮 然後有那個陳迪大哥 還有 我記得聖學長 莊老師還有 劉哥 當時在場的幫忙 讓我 當時 其實也只是一個想法轉 然後我的 什麼東西都開始好轉 你要去執行 然後不斷地重複操作 然後這樣才會有所進步 讓自己專注在自己的表現上 而不是在勝負 或是其他外在的東西上 然後 今年的比賽也都是 先回歸自己的表現 而不是 輸贏 比分 什麼的 我覺得這樣子打球 真的還蠻 蠻愉快 我 當然就是我打成我的夢想 然後有一天 有一天可以 帶他去 帶著他去打 十大馬關賽 不只 不只東檸他希望 可以達到 連東檸的爸爸都希望 我們在旁邊幫忙他的 蔡教練啊 那個許教練 我們可以一起到 溫布登 我們都自己都有這個夢想 成功 我們都是在旁邊的 我們會看到 我們是在旁邊的 我們都要去 我們在旁邊的 妹妹的 inter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